大家好,我是榮,今天主要講講港鐵學生4加拿大這個全黨 其實就不會再怕第九集了,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玩下來打樹,做一些船出來 怎知白燕在日本,其實它在很多海域你都可以看到有3支部隊選擇了這個打擊艦隊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有3支艦隊執行的打擊艦隊,但是沒有一個在這個海域裡面 但是它就有這個制海拳 而我們的艦隊只有24手,加上美國、英國,其實都是不夠日本去搶的 最主要就是在這個制海拳,因為這個打擊艦隊不出來又可以看到制海拳這個問題 比較煩 再加上我登錄不到,其實也做不到什麼 我又不可以自己控制英國或者美國的船 我試過在任道這邊打回去中國這裡 但是都沒有什麼效果,而且到後期就越來越厲害 所以我決定第八集就為最終篇,不再錄下去了 有一點點要說的就是,以前回速的影片更加因為有板橋問題 這些音樂我已經耳除了很多 那耳除了,不如我直接就再拍一次吧 因為它新的DLC其實有空軍,加拿大的國策改動 其實我是打算不到新的DLC我就會玩的 但是呢,以前的影片的音樂被耳除了的話 我就可以考慮一下玩回以前的國家 以前我們玩過什麼國家呢? 即是在配速的影片下呢? 當然我覺得法國是有一個的 法國有一個走拿破林路線的一個國策,更加在這邊 那還有什麼呢? 呃,配速影片下呢? 中華盟國啦 日本這邊下中立派啦 對了 這個中立派也玩過的 有什麼國家呢? 呃,配速影片下玩過的 其實應該是西班牙啦 蘇聯啦,德國啦 其實也有一個土耳其的 其實也有的 大致上就是這幾個啦 滿洲國啦 對啦,大清啦 大清都可以玩回的 呃,還有什麼呢? 我想一下先 波蘭啦 對啦,波蘭又可以啦 現在改了個國策,我們可能先玩波蘭 嗯 普通牙啦 普通牙啦 普通牙啦,普通牙一直上玩 但沒有玩啦 那 荷蘭,荷蘭我們也玩過一次去 去這個什麼? 西文達勒這個地方 對啦,我們南王政府的時候玩 呃,那 大致上就是這些啦 那 其實 投票一下咯 投票再決定玩回之前哪一個國家先 嗯 對啦 下什麼路線的話 其實 再細講咯 其實你們可以 大致上就是這樣 拜拜